- 露宿主座透透的粉丝 - 露宿主座透透的粉丝 - 大家午安 - 庙宇直播第33间小编今天来到的呢 - 是我们位在台南市的闹区 - 哪里?就是五菲庙 - 这边呢算是一级古迹 -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呢 - 就是它算是政府在管理的一间庙宇 - 而且待会呢我会带大家看 - 它是全台唯一的一间 - 就是庙跟木 - 和唯一的一间庙 - 然后我住在附近 - 可是呢我第一次进来这边 - 那今天很开心呢就是来到这里 - 然后跟小编一起来直播的 - 因为它这边算是政府管理 - 所以它没有人可以介绍 - 所以呢我找了一位就是 - 在政府征收之前 - 在政府征收之前呢 - 他是这里的楼主 - 的一个陈大哥 - 因为陈大哥他不方便露脸 - 所以待会呢大家就会听到他的声音 - 但是画面呢我会带到就是 - 就是庙的主体外观 - 或者是我本人 -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从外面 - 这样子慢慢的走进来 - 他家多大 - 三千多坪 - 三千多坪 - 三千多坪大概是一甲子 - 那一甲多 - 一甲子是年 - 一甲多的那个腹地 - 那一甲多的腹地在 - 以台南市来讲 - 他真的是算很很大的一个空间 - 超大的 - 我给大家看一下 - 因为他 - 这边算是政府管理 - 所以其实他的环境啊 - 就是都会有定期的人 - 来这边整修啊维修 - 所以大家这边也可以 - 很适合就是家里来这边走走 -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 - 这一间舞妃庙 - 你看哦他三千多坪 - 可是他的庙的主体 - 很小 - 真的不大 - 那里面供奉的呢 - 就是五位妃子 - 对 舞妃娘娘 - 舞妃娘娘 - 林晋王从此 - 的五个太太 - 林晋王大家可能对他会比较 - 不是那么的熟悉 - 所以陈大哥也能给大家介绍 - 林晋王是什么人 - 他是明朝在台湾的最后一个王爷 - 算是悲情的王爷 - 他的原本住家就是现在的国定古蹟 - 大天后宫 - 就是原本的林晋王的王府 - 在施朗宫进台湾以后 - 他决心殉国 - 他的五个妃子 - 提早他一天殉国 - 然后隔天王爷料理他的五个老婆的后事以后 - 他自己也上吊自杀 - 啊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哦 - 他没有门绳 - 对 - 他是两个女卑 - 哦女卑 - 然后这边是太监 - 女卑跟太监当门绳这样子 - 但是他们手上拿的 - 这个应该没有了解那么多 - 一般我们的门绳呢 - 很少会看到是太监 - 对 - 或者是女卑这样子 - 这边就是他的拜殿 - 这里 - 啊主称的拜殿 - 啊主称的拜殿 - 啊我们一般讲圣大正殿嘛 - 拜殿 - 哦拜殿 - 哦拜殿 - 然后才是正殿 - 然后才是正殿 - 那五妃是哪五妃 - 这边就是 - 哦他这边有写 - 啊五个 - 啊五妃呢 - 啊五妃呢就是有 - 跟着那个自杀 - 结果不是 - 是这五位 - 先 - 呃先 - 去世 - 早一天 - 对早一天 - 然后宁靖王呢就是帮他们处理后事的时候 - 隔天 - 就是自杀这样 - 所以他们的那个 - 呃死亡是差一天嘛 - 对 - 对差一天 - 然后所以说五妃妙就是这五位 - 那其实 - 呃王氏跟元氏前面两位 - 就是妾 - 他们是妾 - 然后后面的秀姑 - 乌梅姐和姐呢 - 她们是她 - 呃 - 卑女 - 所以等于说她还有一个 - 呃老婆 - 正公 - 正公姓罗 - 所以叫罗氏 - 好所以说 - 原氏跟王氏是她的妾 - 这两位是她的妾 - 然后正公姓罗 - 然后后面三位呢就是她们的那个 - 女卑这样子 - 那带大家来看就是这五位娘娘 - 大哥也让她介绍一下 - 我要怎么判别 - 中间就是大娘 - 哦中间是大娘 - 再这边是二娘 - 二娘 - 这边三娘 - 哦所以大娘是元氏 - 王氏 - 然后秀美 - 这样子排下来吗 - 是 - 哦 - 哦这样了解 - 而且因为女生嘛 - 你看她们前面都会准备 - 贡品都会准备那个香水 - 然后指甲 - 指甲油 - 银子水粉这些 - 这是女孩子会常用到的 - 然后这个呢是她的香炉 - 这个香炉多久啊 - 乾隆年间 - 哦乾隆喔 - 看不太清楚 - 乾隆年间的香炉到现在 -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说 - 它是那个全台湾唯一的 - 庙跟木合一的庙宇 - 来我带大家看后面 - 其实他们这边早期啊 - 它是不丰不树 - 什么叫不丰不树 - 就没有墓碑 - 然后墓前没有墳前树 - 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- 是因为怕清朝 - 来台湾以后会报复 - 所以就不丰不树 - 让后人几乎忘记它的存在了 - 你看就是它前面是拜殿 - 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这个五飞墓 - 这个从一开始其实都没有 - 然后是后来 - 从明... - 清朝清朝的玉石 - 在寻台湾的时候 - 发现这个感人的故事 - 然后才... - 扩建... - 增加它的那个庙宇 - 还有这个墓碑 - 让后人可以去怀念 - 敬重这五个娘娘 - 了解 -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在里面 - 待会小编会带大家到庙的后方 - 就是它葬的地方 - 然后它的这个主体的建筑 - 这个都是... - 那时候就已经有上那种... - 已经有彩绘上去了 - 对不对 - 这应该都清朝留下来的建筑物 - 清朝留下来的 - 然后这算是扁吗 - 欸不是扁,是那个... - 对... - 对联 - 对联 - 这个都有历史的啊 - 这个对联都有历史 - 而且它有写就是... - 有重修 - 因为它这个有翻修嘛 - 对 - 其实他们葬在这边是多久以前就葬在这里 - 在1683年台湾被清朝收户 - 他们自杀以后就埋葬在这边 - 直到现在300多年了 - 哦300多年了 - 1683 - 1683 - 所以已经300多年的历史了 - 好,然后呢它旁边啊 - 就是有一些... - 东西厢房 - 东西厢房 - 这边呢就是有武妃庙的一些简介 - 它这边就会介绍 - 它以前就是一个木嘛 - 一个木 - 然后现在呢 - 变列为那个国家级的一级古迹 - 然后以前这边啊 - 它叫... - 呃... - 鬼丫山 - 嘿,叫鬼丫山 - 台南人都叫它鬼丫山 - 乱藏钢 - 就是乱藏钢的意思 - 哦乱藏钢 - 所以它其实这边不止就是葬这个武妃 - 娘娘 - 还就是... - 还有其他... - 很多 - 还有一些其他... - 睡觉乱藏钢 - 鬼丫山 - 然后它其实... - 呃... - 我们刚刚看到那五尊 - 就是... - 五妃娘娘 - 它们那个神尊已经是... - 不是第一代了 - 第三代... - 目前是第三代 - 第三代... - 第一代是长这样对不对 - 对... - 对... - 第一代是长这样子 - 那第一代的话 - 它们现在这五尊 - 不知去向了 - 已经不知去向了 - 已经不知去向了 - 那我们刚刚带给大家看的呢 - 就是政府它在... - 征收后 - 就是... - 由政府这边管理 - 然后他们重新... - 刻这个神尊这样子 - 这里不太... - 不太一样 - 是跟我们照片上面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- 然后它在这边啊... - 一定要看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对联 - 就是它这一副... - 王晋担心非晋节 - 地流轻种使流芳 - 它其实就是在讲... - 那个王就是在讲林晋王的意思 - 林晋王他自杀嘛 - 对... - 然后心非晋节 - 担心就是为国尽忠的意思啊 - 是... - 它非晋节就是... - 既然国家已经忘了... - 留... - 留在台... - 台湾也没什么意思啊 - 就一起... - 为国尽忠敬节 - 嗯... - 这个意思... - 啊...这边就是... - 它... - 留这个坟墓在... - 现在这个位置... - 历史会... - 给它留下方面... - 啊... - 所以大家呢... - 就是... - 这样了解这一副对联的意思了齁... - 然后再来的话... - 另外一边... - 东西相仿的另外一边... - 呢... - 一样就是... - 它有一些图片... - 让你真的了解说... - 它修护前的样子... - 跟修护的过程... - 好... - 然后到我们现在看到的... - 已经是修护完... - 完成了... - 然后它整个是腹地... - 然后它整个是腹地... - 那待会呢... - 小编会带它到这边... - 就是庙的后方... - 就是它的那个... - 障的地方... -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... - 碑... - 五妃之碑... - 然后旁边呢... - 这个逸林军墓... - 逸林军墓它是... - 是哪一位... - 侍从官... - 是林晋王的侍从官吗? - 对... - 哦... - 林晋王的侍从官... - 然后当他们就是知道说... - 诶... - 他的长官已经走了... - 所以他也跟着... - 跟着一起... - 就是... - 留在这边保护他的组织... - 哦... - 所以真的是很... - 很... - 竞折... - 然后他... -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门绳有没有... - 他刚刚这边有写到... - 就是说... - 他是以... - 派剑... - 宫女为题材... - 然后手拿的呢... - 就是牡丹顶炉... - 代表的就是多福多寿多寺... - 然后宫女手上拿的... - 那个胡桃石榴... - 代表就是献花献香... - 这样... - 很少会看到这样子的门绳图案... - 那我们现在就是往后走嘛... - 往后走... - 往外走... - 就是带大家呢... - 看一下他... - 后面... - 障的地方... - 障的地方... - 障的地方... - 其实早期啊... - 障的地方... - 它这个... - 还蛮大的... - 它是五位都障在一起吗? - 哦... - 五位都障在一起... - 五位都障在一起... - 这整片... - 就是... - 在我们刚刚... - 的这个... - 武飞庙... - 庙的正后方... - 有没有看到的这一边... - 这一块呢... - 就是他们... - 呃... - 葬... - 葬身之地... - 就是他的墓... - 就在这里... - 那其实早期... - 就是... - 只有这个... - 没有墓碑... - 然后... - 没有树... - 所以就是... - 不丰不树... - 这样... - 那这边... - 大家可以来... - 这些都是凤凰树... - 是不是... - 这一棵... - 这一棵... - 这棵凤凰树... - 大家眼前看到的... - 它已经... - 一百年啊... - 啊... - 在七八月... - 农历七八月... - 这个凤凰花... - 开的是... - 红片片... - 很漂亮... - 哦... - 所以... - 呃... - 七八月... - 这时候也是毕业季嘛... - 所以为什么会说... - 诶... - 诶... - 这棵已经一百年了... - 哦... - 一百年的桥啊... - 桥长... - 前面那种叫金龟树... - 它身上都长... - 哦... - 身上... - 哦... - 这个... - 青龟树... - 金龟树... - 金龟... - 然后这个呢... - 就是刚刚那一位... - 那个... - 什么君... - 逸林君... - 就是... - 忠诚度很高... - 它主子走了... - 它也不想活了... - 就是在... - 那个... - 吴飞庙的旁边... - 逸林君... - 它也只是有一个墓碑... - 哦... - 它是... - 哦... - 它是... - 它没有神尊... - 它也是墓碑... - 叫逸林君... - 逸林君... - 它这边写逸林君之墓... - 可能画面上看不太清楚... - 但是呢... - 它旁边这边有一个介绍... - 就是... - 它是它的那个... - 二世官... - 就是服侍那个... - 林晋王的... - 林晋王... - 它本名叫朱树柜... - 然后也算是... - 呃... - 因为它对它主子很忠诚嘛... - 如此忠烈... - 所以它就是... - 葬在那个... - 武飞墓的右侧... - 来纪念它... - 这样... - 哦... - 这里面真的很大耶... - 超大的... - 这个大龙树也不错耶... - 龙树... - 然后这个龙树... - 这个龙树... - 应该也很久了哦... - 这个就不知道... - 因为... - 它... - 它... - 长这个样子啊... - 这一颗比较久... - 它那个区根... - 对... - 区根越多哦... - 表示越久... - 其实... - 陈大哥他们... - 呃... - 为什么我今天会请陈大哥来帮小编来做导览... - 主要是... - 呃... - 是供奉那个林晋王... - 也就是... - 吴妃娘娘的老公... - 那... - 也因为这样子呢... - 她们对吴妃娘娘有一些... - 历史的背景... - 基本了解... - 会比较知道... - 而且再加上... - 你老... - 以前也是这里的楼主哦... - 对... - 所以她初一、初五都会来这边拍拍... - 来这边... - 听她... - 供奉那个水果啊... - 等等之类的... - 对... - 哇...不简单... - 嗯... - 改天我有机会小编会到他们那个... - 竹户... - 在高雄入竹是不是... - 对... - 竹户的华山店呢... - 去... - 为大家... - 希望有机会呢... - 去那边做那个... - 宁静王的直播... - 华山店... - 那边叫华山店... - 那我们刚刚看到... - 吴妃娘娘其中的二娘... - 她们那边呢... - 有一尊是二代的... - 在我们家... - 对... - 在你们家哦... - 那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啊... - 这是第一代呢... - 呃... - 已经不知道流落何方... - 但是二代呢... - 为什么五尊只有一尊留着... - 不知道... - 反正就... - 其他的人... - 大家供奉回去... - 就没有再回来联络... - 啊... - 然后政府... - 把他收为一级古籍以后... - 这些... - 以前的状... - 那个账都不算了... - 嗯... - 所以政府在自己... - 雕五尊神明... - 就我们刚看到的那三尊... - 已经是第三代这样子... - 哦... - 所以说... - 华山店... - 它那边呢... - 除了宁静王之外... - 还有一尊的... - 也有五封娘娘的神像... - 哦... - 也有五封娘娘的神像... - 啊... - 然后他的... - 圆配... - 罗氏... - 鹿魏... - 神主牌... - 啊... -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那个... - 圆配的... - 罗氏... - 圆配... - 它比他们早过世啊... - 哦... - 哦... - 它不是在同一个事件... - 它们是同一个事件一起死的... - 哦... - 啊... - 原配是比他们早几年... - 生病死的... - 哦... - 所以就是... - 就分开处理这样子... - 对对对对... - 好... -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到那个... - 陆主的主户... - 华山店... - 去做您进王的一集的介绍... - 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人这样子... - 好... - 那今天很开心小编呢... - 能够来到我们台南市区... - 这算是... - 闹区... - 中西区... - 中西区... - 因为这边算很热闹... - 很热闹的一个地方... - 然后... - 呃... - 有这样子... - 一甲... - 一甲多的... - 腹地呢... - 它算是... - 一个市区中的公园了... - 对... - 对... - 市区公园... - 那因为它是政府在管理... - 所以它5点就关门了... - 大家要注意一下... - 它只有5点... - 它到5点... - 不像有些庙可能会到晚上... - 它这边没有... - 因为它就是跟着那个政府... - 那国定假日有开放吗? - 休息日都有... - 哦... - 休息日都有... - 但是它的那个... - 时间就是到5点... - 啊... - 早上几点开始? - 早上... - 好像8点半... - 哦... - 8点半到5点... - 所以大家呢... - 也可以就是... - 趁这段时间或假日呢... - 可以带... - 呃... - 宠物啊... - 或者是小朋友来这边... - 走走逛逛... - 这样子... - 好... - 那今天... - 庙鱼局播第33天... - 小鱼来到了... - 吴飞庙... - 全台唯一... - 庙幕合一的庙鱼... - 那希望下次呢... - 能够到宁静网那边... - 那陈大哥跟我们也... - 因为他不方便露脸... - 那小鱼呢... - 就跟大家说拜拜了... - 祝大家用餐愉快... - 晚安... - 拜拜...